提出辞职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今天离开北京 对这位从一到任就引发高度关注的史上第一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 在他的任期期间发生了两件震惊国际的大事 包括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和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先后逃进美国驻华使领馆中寻求政治庇护 现在回过头来怎么评价洛家辉当时的处理 我们的深入报道 骆家辉是在2011年7月27号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两件震惊国际社会的大事 一件是2012年2月6号 中共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两个多月后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为了躲避山东林医政府对他长期的软禁监控 也逃进了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 这两件事我认为他处理的都非常好 当然了他要受到美国国务院的一些制约 如果让他个人处理 我认为他会处理的还有更精彩之处 他自己个人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比如他亲自接陈光诚 我进美国大使馆 这都是很了不起的 经过美国媒体透露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中 曝光了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和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密谋政变的内幕 而陈光诚因为揭露当地官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 侵犯人权 甚至草菅人命 因而遭到中共政法委和地方当局的长期迫害 甚至被剥夺生存的条件 除了这两件大事以外 洛家辉在中国的一举一动 都受到民间和官方的高度关注 从他搭飞机坐经济舱住酒店选便宜房 在美国使馆监测北京空气污染指数 并对外公布 还去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和西藏等地了解人权情况等 中国媒体一直公开对他进行批评 民间则认为他给中国的思想带来了冲击和启发 大家我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很出色的黄阿恩大使 他以中国人的血统为自豪 但是呢他并不以中共的专制统治和独裁洗脑 这种制度为自豪 觉得这个是个恥辱 他更多的希望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进步和更有人权的社会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 而且向中国坚持美国的立场 向中国传播了普世价值和美国民主自由的那种理念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使 陆家辉将于2月底正式卸任 3月1号离开北京 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克斯·鲍克斯已经被任命为下一任驻华大使 新唐人电视唐英中原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